崔勇一元至以百度搜索公司的多媒操守才为这种行为辩护。 视频说崔勇一元至以百度搜索一个公司多媒操守才能为这种行为辩护。 百度又摊上大事了。 24日晚间崔勇一元在微博发布一篇名为盘盘百度的文章,称百度的搜索结果并非按照大数据排列,而是有立场地显示结果。 崔勇一元以自身举例,在百度搜索崔勇一元结果都是卖天价牛肉的负面新闻,而搜索范冰冰、莆田谢、李印红都出来的是正面新闻。 崔勇一元表示百度工作人员曾告诉他所有搜索结果都是机器运算出来的。 崔勇一元说,一个人要多傻才能相信这是机器干的?一个机器要多烂才能这么坏?一个公司多媒操守才能为这种行为辩护?一个总裁要多媒良心才会指挥一群正在身心成长的年轻人认钱不认人性?这已经不是百度搜索第一次被质疑公正信了。 几天前,自媒体新闻实验室创始人方可乘的一篇搜索引擎百度已死,刷爆了朋友圈。文章表示百度已经变成一个搜索百家号的站内工具。 百度立即回应称,目前百度搜索结果中百家号内容全占占比小于10%,方可诚认为全占比例没有太多意义,大家搜索一般只看前两页,如果能给出第一页的结果占比会更有说服力,并表示10%已经很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